为了感谢正在第一线医护以及警销人员 在先议员王秋淑的引荐下 结合台湾三种子义工团 以及日月潭福伦社 来捐赠蛋糕以及冷泡茶 来捐赠给于此派出所 消防队以及卫生所 希望借有小小的心意来表达感谢 这次呢因为疫情非常的严峻 那警销人员 军警人员都非常的辛苦 我们也不想能够帮助他们什么 只是觉得说 我们就尽一份心力 那准备了饮料跟蛋糕 让这些警销人员 可以在空行的时间呢 赶快补充一下热量 让他们呢 继续为我们的人民来努力 那我希望我们的所有民众 也都能够遵守政府的规定 大家尽量都在家 待在家不要到处乱跑 那让我们的疫情 能够很快的可以结束 让大家恢复到原本平静安宁的生活 而现在是疫情期间 正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勤募相当繁忙 希望借由小小的心意 也能够让工作人员在执行勤务上补充体力 这个疫情期间 要感谢台湾扇庄子艺工厂 还有瑞坦福伦社 还有王秋淑议员 来送一些蛋糕跟饮料 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这个感谢议员 依照福伦社这些 来慰问我们 就是让我们加油打气 也是让我们说这次的疫情 能够觉得说 就是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就是在工作之余 还可以收到就是说 因为他们就是来关心 那也提供我们这些餐点来做 让我们就是说 勤务上可以更顺遂这样 让我们有体力来执行这些防疫的任务 先议员王秋淑表示 这次结合日月坦福伦社 以及台湾上宗旨义工团 共同做爱心 借由简单的小蛋糕 以及能泡茶 来慰绕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为他们加油打气 日月坦福伦社 还有我们台湾上宗旨义工团 还有秋淑 一起来做这个爱心 我们今天发送的 我们的马祖小蛋糕 还有我们的饮料 来慰绕我们的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我们的 雨池的消防队 还有我们的派出所的园警们 感谢有你们 你们大家辛苦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点点小爱心 也很感谢你们大家的辛劳 因为在这次的疫情之下 大家都非常的辛劳 在这里感谢你们 防疫工作仍人有责 也希望借我小小的心意 来向站在第一线的医护警销人员 传达慢慢的感谢 记者邱秉毅 于知赛报报导 我们的婚姻 好